1.红毯先生,11月17日上映,宁浩指导刘德华主演的喜剧电影。 近20年来,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官方主导的公派导演《前往好莱坞学习计划》,也离不开民间由刘德华发起的《亚洲新引力计划》。 17年前,刘德华通过这个计划让宁浩拍摄出了《疯狂的石头》,这部电影直接改写了黄波的演艺生涯,也让宁浩导演一战成名。 而之后,石城刘德华的宁浩也发起了培养新一代青年电影人的《坏猴子》72遍电影计划。 这个暑假的大爆款电影《深奥指导的孤注一致》和2018年文部也指导的《我不是要神》,其实都是源自宁浩的这个电影计划。 宁浩在平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时隔17年自己为刘德华量身定制的这部《红毯先生》是送给他的礼物,在大家看来其实这更像是还愿,是知恩图报。 红毯先生讲述的是香港天王巨型刘德华从影40年一直渴望的影帝,他决定与导演宁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影片,从而在电影节赢得国际声誉。 于是刘德华深入农村体验生活,亲自拉投资,拒绝用替身,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闹剧。 宁浩的《黑色幽默》足够劲爆,娱乐圈的众生百态以喜剧的方式呈现,值得期待。 2.《前行》12月29日上映 刘德华监制,冠志尔指导,刘德华,林家栋,彭于燕领衔主演的动作犯罪电影,讲述了警匪交战,卧底前行,誓死坚守的正义信念,隐藏在暗网下的罪恶,正与邪,交锋一触即发的故事。 3.《金手指》12月30日上映 撞文强指导,刘德华,梁朝伟,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。 一句话概括,《金手指》是一个用100块赚到100亿的故事。 一场横快15年的双雄博弈,也是梁朝伟的报复传奇,刘德华追他追了15年,花了两个亿。 刘德华和梁朝伟的同框合作几乎是以20年为周期的。 1984版《陆顶记》,刘德华是演康熙,而梁朝伟则是为小宝。 2002年《无剑道》,两人天台对峙的名场面,俨然就是教科书般的存在。 2023年《金手指》,刘德华和梁朝伟的关系,就像《陆顶记》中两人是朋友又是敌人,又像《无剑道》中两人极限拉扯。 导演庄文强在犯罪片领域还是很有一套的,除了《无剑道》系列和《窃听风云》系列, 2018年《自编自导》,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《无双》甚至一举拿下2018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。 而如今,这部《金手指》也是张文强导演时隔五年的最新作品。 4.除了《红毯先生》,《前行》和《金手指》,刘德华其实还有一部大概率在今年上映的电影《危机航线》。 讲述双层豪华科技航行中遭遇劫机,国际安保专家刘德华和女儿张子峰联手在万米高空对抗劫匪的电影。 好了,简单介绍了刘德华今年定档即将上映的电影,你最期待哪一部呢?可以在下面留言交流哦!